嗨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中文投资网美股网红的直播收盘节目 我是分析师Brandt 那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三大指数 截止到收盘的时候还是呈现着一个继续上攻 继续拉升的一个行情 指数呢丝毫不见任何回调的一些迹象 截止到收盘呢 道琼斯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涨了0.12% 然后纳斯达克涨幅也非常的好 涨了超过0.4% 只有标普呢微微的没有太大的一个行情 那今天让纳斯达克大幅度向上走高 还是要感谢来自于晶片板块的一个集体拉动 比如说AVGO啊 这些苹果的芯片供应商们今天表现非常的好 在夜之间呢 华尔街还有所有的媒体大家都在报道这个苹果iPhone10是有多么多么的好多么多么的实用 要因为呢这个在昨天苹果是给了媒体一些样本机让他们去使用的 大家呢现在把这个苹果的吹捧力度又给重新推高起来了 那根据苹果有关的这些芯片提供商 大家的股票呢就会大幅度的走高 像高通算是比较惨的 高通和苹果的这个版权的纠纷呢还在继续 市场传出来高通可能和苹果可能会不再去使用高通的芯片而导致高通今天股票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暴跌 重挫了10%将近 今天是小盘股领涨美国股市 然后呢道琼斯的10月涨幅整个超过了4% 这要感谢苹果和英特尔的一个强势的带动 那中概股中概股方面呢这个刚上市的曲电涨了10%啊 百度微博这些很明星的中概股 大家涨幅都非常的好 所以现在的市场还仍旧维持在这种牛市的当中 不光美国市场好 欧洲方面呢欧元区的这个经济数据非常都是超过预期 欧国的涨幅也是大幅的往上走高 创下了五个半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所以在世界经济的环境下 大家的这个整个的上涨气氛一点没有得到一个收缓 还是在不断的进行当中 特朗普以及他的财政顾问团们 还有白宫顾问团们今天呢表示 希望税改将要在12 在这个这个今年的圣诞节之前做一个完成 只有这个样子的话 大家才能去过一个好的圣诞节 这个是他的一个愿景 那对市场仍旧有提振 并且呢昨天我们说市场传出来消息啊 可能说这个企业税 税改当中企业税会逐步下调 但是特朗普今天也表示说 不希望有这方面有一个下调的一个现象出现 所以呢市场整体来看 没有什么悲观的消息 大家都非常的乐观 今天呢市场当中有一条比较重磅的消息 就是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集团 CME也就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他可能要推出在第四季度的时候推出比特币的期货 这条消息是非常重磅的 因为呢这个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它是全球最大最古老的期货交易中心 它对比特币去敞开的这个怀抱 就证明比特币现在的当前所处的这个市场是非常庞大的 这些年他们很少去开通新的期货频道的 所以把对比特币敞开怀抱代表了比特币的一种新的趋势 被最大的交易所去所接受 所以可以证明呢 接下来的趋势还是会非常容易让人想象的 那比特币这条消息一出来的话 直接让他的股票的这个价格最多一度碰触到6400美元 我们这个沃尔老师呢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一再跟大家去强烈推荐的一只比特币的ETF 今天是大幅度的上涨超过了14% 还是恭喜这些长期一直持有比特币的朋友 今天的涨幅呢会非常的受益 接下来呢大家还可以继续去关注比特币的行情 然后呢继续关注沃尔老师推荐的这一系列的比特币概念的股票 包括比特币的股票 接下来的行情应该还是会非常非常乐观的 那明天市场的走势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这也是12月份美联储是否加息之前最后的一次会议 市场呢非常需要在这一次借助的点阵图去关注一下 他们对于12月份加息的一个愿景 所以说明天大盘怎么走 明天黄金美元的一个走势 现在呢我们不需要去做预测 完全等待明天美联储利率决议之后 都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 所以呢明天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去关注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 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手盘 谢谢大家